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想聊一下关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太极拳套路收视的问题 关于收视的话题以前也聊过 但是以前重点聊的是启示 太极拳的启示我们聊的比较多一点 收视聊的比较少一点 那么我们原来聊到过收视 这个收视它重要不重要 有的朋友说过收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练50年太极拳 我个人的体会收视 不是像有些人说的 它有多重要多重要 好像没有收视就不行了 实际上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按照他们说的收视是最重要的话 这个最重要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 那太极拳整个套路里边 所有的动作都是最重要的 你有一个动作你做不好 你套路也打不好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收视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它也对套路来说 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而已 那我只能是这样理解 那么今天我要聊的是呢 收视我们要找它的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以前我们聊到过一个收视的感觉 是什么呢 叫我们以前有一个聊到收视 是说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我讲过一个就是一个格言 或者是一个顺口溜 或者是一句诗 叫收视优丹淡千金 丹就是用挑的意思 挑的意思 在肩膀上挑的东西 淡是提手旁放一个圆淡的淡 淡 淡子 重淡 我们就是讲重淡 重的淡子 淡是挑的意思 挑一个重淡 有多重 有一千斤重 原来我们说的收视的是这种感觉 收视优丹淡淡千斤 我们在挑这个 挑的时候 这个挑的有一千斤重 我们要怎么样呢 把它挑起来 以前聊到这个收视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今天聊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有些朋友误认为 这个收视是用镜的 有的朋友误认为 收视优丹淡淡千斤 收视的感觉就好像挑着一千斤的淡子的感觉 那么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太极拳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拳种 它的中心就是放松 通过放松 然后得到了这个满身轻力 顶童悬呀 这个临近呀 整近呀 盆近呀 所有的太极拳的东西 功夫都是通过松得到的 那么你这个收视 你把收视优丹淡淡千斤理解为重淡 用镜就错了 它是说我在挑一千斤的重淡的时候 我还没有挑的时候 我准备挑的时候 那一刹那我在准备的那一刹那的感觉 它是讲的是这个东西 我这个一千斤的淡子我还没有挑 收视优丹淡淡千斤 我收视了 收视的时候呢 好像药丹这个应该加一个药 药丹要挑这个一千斤的淡子 我要挑这个一千斤的淡子 就是我准备挑一千斤的淡子 这个一千斤的淡子太重了 我挑更了 我准备挑它 你看它准备挑这么重的时候 全身的这个状态 每一个骨骼 每一个肌肉都准备好 它是说的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好 其实呢 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不是用劲 用力的状态 不是用力的状态 这一点要非常非常的明白 非常非常的注意 这个收视 好 那么我们一松下来 没有起来挑挑的 我没有起来挑这个淡子 是那一松下来的那一刹那 就是收视的状态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下 另一个找感觉的方法 这个收视的时候 另一个找感觉的方法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 这种方法 刚才说的是 我们原来的视频 我哪一个视频 我也不记得了 就是原来的一个视频 在聊收视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个 在聊在收视的时候 我们的另一种感觉 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一套拳打完了 我们打完了 我们收视的时候 我们收视的时候 我们收视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手放下来的时候 守在向下的过程当中 是找什么呢 我们找一个可以扶到的桌子呀 板凳呀 或者是一个东西 栏杆呀 我们扶到这个栏杆上 我们这个手 扶到这个桌子上 比如说这是一张客桌 是一张餐桌 或者是一个椅子 高 有那么高 我们的手 搭下去以后 哎 扶到这个桌子了 哎 我放心了 心气一松 心气一松 你看这个 哎 心气一松 哦 扶到桌子 哦 扶到桌子了 我们现在一松开 哎 整个结束 其实呢 收视 使为了让你把打拳的中间所有遗留的那一小部分没有松掉的部分继续松开 我练五十年的太阴拳我的体会就是收视的作用就是要使你没有松开的那一个部位继续松开 好 那么你看我们现在收视开始啊 我们收视比如说啊 我们收视 我们 收视 太极拳的收视当然也有很多种啊 这个 很多种最常见的收视是这样两个手向下 对吧 那么向下的时候我们哎 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扶到了桌子了 心气一松 扶到桌子了 心气一松 这个东西真个 松开了 彻底松开了 不练了 特别松开 哎 这时候结束了 结束了这种思想呀 心气啊 结束 好 那么我们讲一下 这个感觉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感觉的重点就是我收视的时候 往下的时候 哎 还没有碰到桌子 哎 我们到下面的时候 哎 我们碰到了一个桌子 手碰到了一个桌子 我们一干桌子 整个身体从脚 整到头 整个身体都松下来了 哎 我们搭到桌子上 搭到桌子上 一搭到桌子上 我们身心一松 心气往下一松 哎 都松下来了 其实呢 收视 可以找到你在打地路拳 结束的时候 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松掉 收视的时候 是最好的一个检查的手段 就是我自己检查我在打拳的时候 哪个地方没有松掉 好像什么地方没有松掉 我在收视的时候 哎 我一搭桌子 哎 搭到桌子上 心气一松 哎 我发现 哦 这个地方没有松开 我怎么一摸桌子 然后哎 怎么感觉到这个地方松开了 哦 那就打拳的时候没有松开 这就说 我能得找到我们的这个 在这一路拳当中 我打着打着它有的地方就会紧 那么我一收视 哎 就把它找到了 哦 脚搏了 脚踝没有紧 膝盖没有松 脚踝没有松 哎 哎 一松 哎 一松 哎 哦 这个肩没有松 他就会找到那个地方 这收视的一个作用 那么大多数的视频和书籍 他说的都是理论问题 我们明格聊太极 谈诗不谈虚 我们不讲理论 我只讲你收视的感觉 今天给你介绍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收视的时候 按到桌子上 然后我们一按到桌子上 全身心细一松掉下来 然后松下来 那么找到全身没有松的地方 这是我们收视的一个做法 我们指标做法 那么也就是说 在理论上什么 有很多说法 书籍啊 视频啊 说我们收视就像存钱那样 到银行光存钱 我们不花 收视就花功夫存在身上了 那么等等 我们不谈那个东西 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还有的老师说 哎呀你要没有收视 你都白练了 功夫都没有了 都没有收工 没有把功收起来 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只练单招 只练战装 那怎么可以有呢 我觉得不是 但是收视是重要 但是不是像那样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方法 感觉 大家自己可以回去找 慢慢地找 找到我说的这种感觉 一扶到桌子 一松 心细往下一松 然后你这时候 你要如果仔细地观察 你的内部 哪个地方 是突然放松了 那个地方就说明 你没松掉 没松掉 那么每次收视的时候 都能找到一个 没有松的地方 这样对于你的套路的提高 对于你自己 达到自己的松进 松开松透的这个方向 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的 增加太极的功力 是有好处的 好 今天我们聊这个 关于收视的另一种感觉 或者是另一种练法 收视油单 淡千斤 原来我们介绍过 收视的一种练法 那么今天我们练 两手往桌上一放 桌上一放 身体一松 我们往桌上一放 进全部到桌子上了 身体全部一松开 这种感觉 自己去找到这种感觉 就行了 好 那么 谢谢大家的关注 喜欢的朋友 可以订阅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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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